我们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节目的《Brain Spa》 所以躲起来,放弃你的肌肉 然后准备你的未来的幸福 拿走,Paul 因为其实我从小在北京长大 然后又在纽约这两个城市 都是和哥本哈根特别不一样 甚至有些极度相反的 因为人们要不一样的东西 北京和纽约还比较相像 但是丹麦就是一种 我觉得我住在丹麦 我听到的别人对我说最多的就是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或者是我觉得你应该放松 你应该享受 但是其实我觉得幸福对于我来说 幸福放松享受 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 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 因为我特别的就是 从小在北京带来的 特别的使我喜欢做那些 有斗争性的事情 我不希望我失去战斗力 所以住在丹麦 在丹麦生活创作是一种 特别需要保护我自己 就是不要丢掉我自己的文化 但是我在欧洲的生活经历 也交给我很多事情 可以说一半 一半我的生活已经被 被这样的经历改变了 比如说我会为更多的人着想 而不是我自己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会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我会思考更多 关于政治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想做一个自己的电台 广播电台 这个梦想还没有完全实现 因为它还不是一个真的广播电台 但是这个作品里边 已经有一种广播电台的感觉 是一种以很说教的方式 去教你怎么样可以变happy 比如说有一个部分叫做Brain Spa 是一种对于心理治疗催眠的一种调侃 就是当你有抑郁的感觉 和你需要调整你的心理状态的感觉的时候 你去医生那里 医生会给你播类似于我们做的这样的音频 但是这个音频我们是极度的夸张了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就会想 为什么你一定需要通过忘掉别人 甚至忘掉自己 才能去做到真正放松的状态 才能去真正得到幸福的感觉 是否真的就是 是否这样的幸福感是有效的 还是一种欺骗或者是洗脑的状态 所以整个作品它不是一个陈述句 它更是一个疑问句 它是对于什么是幸福 我们应该怎样得到幸福的过程当中 而不失去自己的一个提问 因此 我会有个人 一千百万区平 开始 《肩之心》 感谢观看